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乖乖 过来呀 亲亲二娘 你过不过来 那多难为情啊 自家人有什么可难为情的 请 好儿子哦 你 你 自家的烂面粉 小剑中 大嘴哥 你看呢 二妹呀 这个烂面粉不是你送给小鱼玩的嘛 赶紧去解药清洗一下吧 要不然烂到骨头里就是长白草也治不了你了 我的脸 我今天把大家找来 就是商量一下如何逃出恶魔岛 你逃得过岛的难事嘛 上次你想逃走 被他整得很惨 你不让他掺了一千多个岁 你帮他两个多年都被帮完 上次 谁带我扎离过了痛苦流涕散啊 谁呀 大家喝的是同一壶茶 大家没有中毒 怎么就你自己中毒啊 我哪知道啊 快拿解药来 要不要我自己让哭三天快点 谁知道是不是导弹大师在整你啊 痛苦流涕散到底是谁的毒药 又说什么鬼话呢 谁能听得懂啊 小月儿 是不是你干的 不是 那茶是你倒的啊 干爹 刚才你也说了 倒茶的人是我 可是人人喝的是同一股茶呀 我知道了 你不会指挣你干娘 我知道了知道了 这毒可能在杯上 干嘛惹我啊 哭得我好辛苦啊 不是吧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她说你偷了她的茶 给哈哈而知 聪明 谢谢 谢谢 谢谢什么 谢谢什么气啊 给我拿解药 给我拿解药 你拿解药 笑什么笑 没大没小 干爹要罚你 大爹 小鱼儿知错了 要打要杀 随便你 你自己来请罚 这其中必有诈 小鱼儿对其他各位 阿爹阿娘有诈 也不敢对大爹您有诈呀 天下谁不知道 李大嘴 专吃活人 吃人心肝 吃人大脑 鬼也怕呀 要是惹怒了大爹您 非得 清蒸小鱼儿 糖醋小鱼儿 尖酿小鱼儿 尖酿小鱼儿 骨头也不剩一根啊 请大爹惩罚 重打小鱼儿屁股实现 留个教训吧 大哥 杜沙可是天下文明的掌刑高手 这实账吧 让四弟代劳吧 不会让你失望的 不不不 自己的知性自己做 来来来来 还是我来 我来 弃工有取权 可以 誘工我在这儿呢 时光我在这儿呢 哎 啊 小兔崽子你敢刷我 你这小兔崽子我逼了你 怎么回事 四弟啊 你就歇会儿吧 这生死不离交能摘上世界万物 就是用解药也要五个世神以后 你就别挣扎了 越挣扎越紧 越挣扎越紧的 为什么要捉弄我 今天是小鱼儿的五岁生日 大哥分不过 要他戏弄三个人 如果不成功 大爹便要吃掉他一条腿 小鱼儿 你可以逃出生天了 小鱼儿 你以后要终身执着 任何细小的事情都有可能是陷阱 你要步步为营 以后才不会吃亏 小鱼儿 听见了吗 小鱼儿 小鱼儿 听见了吗 大爹 对不起 小鱼儿不止捉弄三个人 还要捉弄第四个人 想不到是大爹您 这是打瞌睡 三个时辰便失效 对不起了 大爹 你真是太调皮了 后来他们有没有惩罚你啊 惩罚我 他们多谢我都来不及呢 在恶魔岛上说多么有多么 如果没有我这样调剂一下 我早就自杀了 那导弹大师到底是谁啊 他是一个从不杀人 但是武功齐高 又会用头脑去设计整人机关 令恶人改过自新的大好人 恶魔岛就是他的杰作 我五个师傅都是被他困在岛上 直到他们肯改过 可是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十多年都没有一个离开过恶魔岛 可是岛那么大总会有出口的吧 诶 他们也以为有 直到我七岁那年 有人传话到岛上 给我二娘涂娇娇 我就是这么想的 好大 大哥 三弟 四弟 五弟 如果你们怕的话 我便一人行事了 不过 我有个要求 二妹你说 我要带小鱼儿一起出谷 你说什么 小鱼儿是我的血 是我的肉 我这一走 不能扔下几十斤肉吧 小鱼儿是你的血 是你的肉 难道这不是大家的血 大家的肉吗 你这样把他带走 不等于割我们的肉吗 不行 不行也得行 二娘 二娘 站住 站住 不能扔下 小心 三不闭昏彩 他们又回来了 大师啊 大师饶命啊 大师啊 大师啊 独角角知错了 我可怜 습니다 我知道 独宅恶人 醉孽深仇 还想出道吗 重一台 Greekkop 要得上 独颤护 定有独 恶有恶报 恶有恶魔 罪孽深重 永少折磨 那后来呢 后来 他们想都不敢想离开恶魔岛 那你到底有没有见过导弹大师啊 可以说有 也可以说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早就死了 死了 对 他困了五位师傅在岛上之后一年就死了 我在十七岁那年找到了他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我现在没时间告诉你 你现在有什么可忙的啊 你看我现在多忙啊 哪有时间跟你说话 在这五个师傅里面你最听谁的话 个个都听 个个都不听 那这五个师傅谁最厉害啊 个个都厉害 个个都是我生命中最厉害的 走与不走 全凭学狗 什么是学狗 就是要训练你有狗一样的灵魂嗅觉 感到打不过人家的时候便走 人家敌不过你 别咬他 啊 这烧红的炭可以烤手整只羊 你知道吗 知道要怎么样 你手里拿的小棍 抽成前面的小囊 如果有东西飞出来 你就跳下来 赶娘我会接着你 如果没有你跳下来的话 就会让火炭烧烧你的脚趾头 教训你一下 赶娘 这种训练有什么益处 训练你手极眼快伸手敏捷 来 比一个 哦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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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闪透壁锅才是啊 擦干净 再来 哎哟 我 哎哟 唉 哎 黄大 这是阳阳 这鬼我可报仇啦 哎 哎 跳 跳 接着跳 跳 你办什么可怜啊 接着上 呵呵呵 你该看清楚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你跳下来干粮当然就 不会太管你了 如果你再这样干下去的话 干粮就真的不关你了 上去 跳跳 你不一个一个的脸啊 你这不是耍尖马不长 五弟 你们没有早说逐个戳穿吗 小鱼儿一次戳穿 便可以发现里面藏了什么 一次避开了 总之能避开就是赢 你这不是耍尖吗 不吵不吵 哈哈 这恶魔岛上谁不耍尖呢 就许你哈哈耍尖 就不许我们家小鱼儿耍尖 小鱼儿 你学会了耍尖 就是学会了真本事 你记住 这世上耍尖的人太多 你学会了耍尖 他们就不敢欺负你了 懂吗 知道了干粮 好孩子来快下来 真的 小鱼儿 臭小子 造反了你 你看给二娘弄的 五弟 小鱼儿不是造反 是二娘不够机灵 不妨别人耍尖 聪明聪明 连二娘都被你戏弄了 二妹啊 你这不是小鱼儿聪明啊 小鱼儿 你学会了恶魔岛 要捉动人的绝活了 小鱼儿 跟大爹学武去吧 干娘 你别生气了 饶了小鱼儿这次吧 傻孩子 干娘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随你大爹学武去吧 来 跟大爹学武去 耶 这是文明中原的铁沙掌 小鱼儿 你也来试试 来插一下 插呀 插 插插插插 你给我插 插呀 你每天插一千下 三个月后 你就可以插穿门板 三年之后 你就可以插穿铁板 像我 练了三十年 石头也可以插穿 过来 哇 快点练 来 哇 干娘 你也来找药酒啊 是啊 干娘 烫得很厉害吗 没什么 没什么 呦 我的小乖乖 你的手也伤得这么厉害 干娘看了真心疼啊 是小鱼儿不好 趁二娘不留神 拉二娘进火炭堆的 弄成这个样子 小鱼儿 千万别这么说 二娘 也是诚心要把你拉进去 才这样的 这烫果膏 擦上去一点感觉都没有 腰性好像过了 是啊 好长时间没有用了 老四 你出来吧 我问你 你的爹打酒还有味吗 根本就不起作用 小鱼儿 我也有十多年 没练过铁茶茶了 为了冲大哥的面子 我使劲差 插得手指头都快多了 不要说这些丧气话 我去采药 你去哪儿采药啊 在岛的西边 不是出了个诡异吗 你去过白草堂 那里叫白草堂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里有很多草药 那个老头叫长白草 他性情古怪 是出了名的诡异 你 还是不去的好 二姐 长白草与我们几个恶人 虽然是老死不相往来 总不会见死不救吧 再说小鱼儿不一定祈求赐药 他可以去 斗 我不是进来偷东西的 我不是进来偷东西的 你是活人吗 那我告诉你 我准是进来拿点药去救人 我是好人不是坏人 你不要伤害我 小孩儿别怕 他是个活死人 不会伤害你的 我也不会 孩子 你从哪里来啊 我 我从海上来的 说谎 恶魔岛游水流暗涌 没有船可以使进 而且 这四周盛产鲨鱼 游泳也不可能进来 除非 是轻功绝顶的人 才可以到岛上 快说 谁把你带进来的 我 我是在岛上长大的 更不可能了 李大嘴那么喜欢吃小孩儿 你怎么可能在岛上活那么久呢 哦 难道 你是屠娇娇和那帮恶人所生 我干娘常说他们长得丑 有谁会喜欢他们 不会的 什么 屠娇娇是你的干娘 你说 你一直在岛上长大 是啊 干爹干娘告诉我 他们是在海滩上把我挤回来的 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岛 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小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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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老伯伯 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他们没有吃你 他们没有把你吃掉 老伯伯 看来你是个好人 为什么要那么恨我干爹干娘呢 不跟他们来往 哎呀 我还以为他们把你带走主了吃了 干爹干娘最爱吃小牛肉 怎么会吃人肉呢 怎么 李大嘴他不吃人肉 干爹告诉我 他告诉别人他爱吃人肉 是为了吓唬别人 令别人产生恐惧 还没跟他打 已经输了五成 哎 孩子 你没有死真是太好了 他听到这个话以后 一定会高兴的 他是谁 怎么会变成活死人啊 哎 他就是把你带到岛上的 一带大侠燕南天哪 哎 你的身世相信只有他一个人最清楚了 燕叔叔 他哭了 他听到了 他听到我们讲话了 燕大侠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你带来的小孩 他 他没有死啊 燕叔叔他怎么了 哎 他深重气度 任长途跋涉 把你带到饿罗岛上来 终于独入五脏 我苦心故意移植了他十年 始终治不好啊 虽然我保住了他一条命 可这十年来 他始终不能动啊 可他会流眼泪啊 啊 那是由于你的出现 刺激了他的求生意志 小鱼儿啊 燕叔叔是你唯一的亲人 你以后一定要多来这里看他呀 这样就可以多一点 让他复原的机会啊 好 我以后天天来看燕叔叔 好 太好了 我也要定下惩罚来 我一定要治好燕南天 如果我一天治不好他 我见到你 我就要跳一跳 知道 只好他为止 找到了燕叔叔之后 你多久才发现了导弹大师的秘密 哎呀太久了 那你为什么不先讲导弹大师呢 因为如果不是先找到燕南天和诡异的话 我根本不可能发现导弹大师的秘密 那是多久才发现的事情啊 太久了 久到我等不及 只好长大成人了 你停一下吧 你停一下吧 先休息一下嘛 你每天见到我都要跳三千多次 你不累我的眼花了 这是我自己定下来的惩罚 我唱白草一定要言而有信 否则我会自己看不起四季 没用的 你把跳的时间用来想办法依他不去更好 哎呀 我一没跳 血液就会冲击脑子 想问题更快呀 现在我明白什么叫自欺欺人了 那么快就跳了三千多次吗 我想多了 我想多了 还是按我老婆的法子办事 一毒攻毒 你老婆吗 我老婆叫苏如氏 跟我一样是天下最好的神医 我医术正统她却用偏方 而且精于用毒 一切毒物在她手上都可以变成救人的灵丹妙药 所以她专用一毒攻毒的方法治病 不离毒性在体内的后果 哎呀 我们俩分开也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你说她的办法不好 怎么又用来救燕叔叔啊 这叫司马当火马医啊 我的法子治了她这么多年都没有用 也只好试试她的了 在我们恶魔岛上最毒的只有小毒蛇了 哎 不 又断肠草 天下百毒 排名第七 在哪里啊 哎 半年前我去山上采药 走到一处裂缝边上 被一群毒蛇追食啊 可是 当我走到裂缝上 那群毒蛇她就不敢追过来了 根据我的经验啊 这里有特强奇毒在哪 就是断肠草 当时我尝试着下那条裂缝 哎呀 可是人老骨头硬下不了了 可我发现在那个裂缝里 有几只死了的小动物全身发黑 捡回了一夜 果然是中了断肠草的物 我推测那裂缝的下面 肯定有断肠草 好那我去一趟 快快快快 可是我不知道断肠草什么模样 你看 这 是我老婆写的百毒羹目 你拿回去一看就明白了 好 哎 你也没放那儿啊 让我以后怎么看呢 臭死了 我不能让干爹干妈知道我跟你有来往啊 为什么 自从十年前 他们知道我来你这里讨药之后 他们就一直无所不用其极地抹黑你 抹 对 长白草是诡异 他专门抓小孩侮辱的 小月 长白草会吸干你所有的血去炼血侮辱 然后再往里面加点冰糖 就是他的零食血冰糖侮辱 他们把你的一双眼睛挖出来 然后再把你的皮剥掉 接着把你的肉晒成人肉干儿 最后把你的骨头挂到墙上当装饰 哈哈哈 他那么坏 哈哈哈 坏透了 他良心可坏的呢 哈哈哈 坏的我都不想笑了 哈哈哈 哎哟 坏透了坏透了 唉这么多年来 我每天都要装着不认识你实在很辛苦啊 所以我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一直跟你有联系 唉 他们也实在是一群寂寞的人哪 最寂寞的就是他 他想说不能说 想动不能动 想哭不能哭 想笑不能笑 想走不能走 想吃不能吃 我一定要帮燕叔叔找到断肠草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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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来 每天都我两个是神捡不到你 你跑到哪去了 阿你跑到哪去了 哈哈哈哈 唉 臭小子 是不是跑到厂老头那边去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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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糖白草那老头到底给你吃了什么药 迷了你的心 天天往他那儿跑 你跑 你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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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跟我们捣乱了 没人给我们抓鱼烧鱼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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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我听了 你们家前都几百岁了 居然还吃醋 谁是我们吃那老头的醋了 我们是离我分明 以后你再吃就别想活了 如果我一定要去呢 哎呀 你说话没人听得懂回去吧 你要是走 就是不给我五个人的面子 不给我们五个人面子 就只有一条路 就是死 或者愣死 盗弹大师告诉我们不要杀人 所以我们想闷死你 噓 原来是这样啊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们被捣蛋大师困在恶魔岛上 原来还有一条不能杀人的禁令 我明白了 我真的要走了 走 为什么要走 就算只是一只小鸟长出了毛也要往外飞啊 何况人 我总不能一辈子待在恶魔岛吧 你们是不是应该让我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对不对 对啊 不对 不对 我也要走了 等我找到断肠草给诡仪之后 我就会离开恶魔岛了 四位干爹 一位干娘 多谢你们养我这么多年 教会了我这么多的绝招 走了 小鸟儿 小鸟儿 别走 小鸟儿 小鸟儿 你回来 回来 小鸟儿 别走 你找我回来 小鸟儿 小鸟儿 快快 快追啊 小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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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小鸟儿 快点 小鸟儿 你不能下去 下去会死的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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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下去救我儿子 你下去 放开我 好了 都怪你 我不让你实际追的 你偏偏实际追 你把我儿子甩死了 你陪我儿子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 你陪我儿子 导弹宝洞 你就是导弹大师 我是导弹大师 找出来的慕虎人 跟少林寺的慕虎人 向远离一样 不过我的动作 很多一切 那你怎么会讲话 这机器留下了我的山里 只不过你问的 我儿子一条 幻案题 都被我一早就 太重了 你人究竟在哪里 我已经死了 我死的时候记忆活了 我研究了 二二十年的宝洞机关 留给有缘人 因为这张网仪上压 然后只要机关 感觉到人生就会激活 可是只能动一次 以后就没有动力和光剑 有什么留给有缘人 导弹秘题 其中包括了 我所有的骨骼和机关知识 学会了 你可以跟天下任何人导弹 而不怕打不过它 我希望你是一个快乐 更有同心的人 跟我一样 有一个愿望 就是把天下所有坏人 恶人 给变成好人 好 好了 你可以进去吧 谢谢 一百个响头摆我为师 然后在左辆两盒子中跳舞 其中一个盒子里面藏了大大的秘笛 另一个盒子里面是炸一炸 一开一炸就炸死你 导弹大师就是导弹大师 死了还不忘整人 不过小鱼很尊重你 愿意拜你为师 一跪一扣就是一个响头 就扣一百个给你 你真的磕了一百个响头啊 磕足一百个 这才叫诚心诚意嘛 好险啊 如果我少磕一个 立刻没命 我可以叫你上师父了吧 师父安息吧 好了一百个响头磕完了 你的秘笈我不要了 我不是一个贪心的人 我不想拼命 走了 好孩子 真是磕足了一百个响头 你看他扑断下 你磕足一百个响头 也就是磕了一百下的女后 才几乎这机关 其实两个磕子都是炸药 如果你不磕足一百个响头 就想打秘笛的话 肯定会被炸的本山算影过 好奇呢 秘笛在我身上来拿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没办法了 师父打扰了 师父打扰了 拿到了导弹师父的导弹秘笔 我以后肯定就可以游走江湖 天下无敌了 你不是要拿断肠草回去救你燕叔叔的吗 导弹大师设计的恶魔岛巧夺天宫之处就是有出无入 出去了就别想再回来 当我离开恶魔岛的时候原来出口是在海底 等到我冒出水面发现自己已在暗流之外 怎么游我都游不回恶魔岛去 只好游到对面陆地 游过去了不是说有好多鲨鱼的吗 没错导弹大师在我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三瓶粉末给我 第一瓶就是龙墨香 叫我走的时候擦在身上各处 知道龙墨香是什么吗 龙墨香是金鱼的分泌物 鲨鱼一闻到就不敢靠近了 他闻不到你 可是他们能看到你啊 鲨鱼实力很差的 找食物都是靠鼻子 就像你这样每次说话都离得这么近 有人来了 困了我们这么久 为什么现在要来 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们饿死在里面 一定有什么东西怕被我们死前破坏 这里面都是石头 能有什么东西啊 一二三 哇 皇帝御私慕容家刀剑不入的金丝软甲 岂有此理 你慕容家假仁假意 没收 又是玉缠 你慕容家假仁假意 没收 千年难得一见的 天下五大奇珍之一 火灵之 再重的内伤都能治好 假仁假意 没收 喂 没收 慕容老爷的骨灰 鱼儿哥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一早就知道了 等 等 鱼儿哥 把骨灰和火灵之给我放下 还算你有孝心 你让我们安全地出去 我就把骨灰还给你了 你这小子 慕容世家 岂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这样啊 那我不走了 你们走 别吵着我跟你爷爷睡觉 这位少侠 你夜闯我慕容世家 究竟有何贵干啊 哦 想了解武林盟主铁如云 是否在府上做客 胡说 铁如云世纵多时 却如何会在我慕容家 莫非 这位就是铁盟主的千金 在黄山立错群雄的铁心蓝 没错 在下就是铁心蓝 草 你把火灵之跟骨灰交给我 我看在铁盟主的份上 不为难你们 给铁盟主面子 给不给我这小侄女面子 给铁盟主面子 给不给我这小侄女面子 那当然 给小侄女面子 给不给小鱼儿面子 给小侄女面子 给不给小鱼儿面子 你到底要怎么样 这里太热了出去还给她 这里太热了我出去还给你 好 一言没定 好了 把东西放下 我就可以放你们走 你当我是傻子吗 放下东西还能走 你什么意思 你不放我们走 我就打破你老子的骨灰坛 哼 我根本就没想要回骨灰 我老子死的时候 尸骨无存 烧的只是他的衣物 我要医灰干什么 火灵之 倒是丢不得 哦 这样啊 抓住他 抓住他 走 红龙掌 小心 小心 走 不要了 走 走 跑了 小鱼儿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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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运功复提 快 快 运功复提 快 运功复提 喂 你怎么样啊 没事啊 有什么 你别逞强了 没事的 还好 有导弹大师的那个什么幻觉粉 要是没有的话 我们肯定走不了了 完蛋了 可惜啊 只有一小瓶 用完了 没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当然先去找点吃的 我都饿得快不行了 我要吃二十个烧饼 好吧 一斤牛肉 两斤水饺 再来一斤女儿红 还不够的话 再吃二十个烧饼 再来一斤牛肉 再两斤水饺 最后加上一斤女儿红 你 你怎么了 没事 我那一掌中得结结实实的 我能撑到现在才吐这口血 算不错了 傻瓜 你为什么要为我挡这一掌啊 我不挡 现在躺下的是你 你埋得住吗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对一个人好是不需要理由的 癞蛤蟆不一定要吃天鹅肉 可是有权对天鹅好 鱼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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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风 再快一点 好嘞 喂 你们 你们一个两个三个算什么大夫 为什么连药方都开不了 为什么呀 姑娘 你这位病人的脉搏若有若无 脉络看来都已经断了 已经无药可救了 姑娘 你还是早点准备后事吧 你瞎说 你胡说八道 你滚哪 你走 那你呢 你怎么样 我还顾住他呢 走吧 都走 治不了的都走 都走 喂 掌柜的 你不能走 你一定要留下来 你要帮我找 帮我找更好的大夫 来救救我的鱼儿哥 姑娘 这方圆三十里的大夫 昨天和今天都被你给赶跑了 我还上哪儿给您找大夫去 我求求你了 我先走了 别为难的 你感觉怎么样 我的内力都已经凝聚不起来 我想我的鸡脉被那张打断了 没人意的好我了 不会的 你不会死的 我不会让你死的 不是你让不让我死 是老天爷要不要我死 我会找大夫的 我会找大夫来救你的 在我死之前 叫我一生鱼儿哥 我就会开心啊 不会 你不会死的 不会死的 叫我 我就不死啊 是不是真的 鱼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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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了 舒服了 我感觉好多了 再多一个 再来一个 来 再叫一次 我去找大夫 鱼儿 鱼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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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不要 会治不好的病人 你是谁啊 我是大夫 我叫苏伊 看我能不能治好你大哥 可以带给我这么多感觉 也是因为我的天 只不够体会不到你对我的体贴 但是可能你对我 并没有那么了解 失去的青春就像我们 曾经留给对方的伤痕 两个人无话不说 再到最后陌生 我想我都可以去扔 路上的灯看着我们 冒着雨在情节里里奔奔 希望有个人 能明白我的眼泪和我的后把声 原来我一开始就显得那么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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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